大家好,我是霍華哥 啊 格拉,一個兩個格格格 在正片開始之前呢,我們先進一段謀告 KWA澳大利亞EF突擊步槍 上雨滾,側偏雨滾,下雨滾 實施衝外環,前後槍片帶扣環 用真槍銅管設計,保留留彈發射器安裝位置 藥管火冒逆思雅通用規格 一鍵快拆超方便 內管長度510,高安彈道調整 一鍵快裝超省時 兩須動力彈夾,不通用GHK AMUG彈夾 彈容量328,上彈測試 出彈位130 彈連發不用雪珍流 輕壓彈自動,重壓全自動 全新正安感,直斷擁有 全新強管開放入口 出彈牌 這次被受邀參加台中市生存戰術研究學會 那這個社團它是有一群現役跟退役的阿兵哥 一起組合起來 然後去跟政府申請合法立案的社團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全民國防這些區塊 他們現場有一些是像現役還是退役 或是有經驗的阿兵哥 或是相關的人員 他們有一些像是 救援的教學 或是一些社體的教學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 至少比什麼屋長 以火力掩護衝鋒前進這樣子 相信許多當過兵的朋友們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現在政府合法成立的這個社團之後 一定有政治人物可以幫我們發聲 而且這次的社團成立大會 也有請台中市議員張彥彤來參加 然後做一個成立大會的開幕式這樣子 我們先不管它是什麼黨派過是誰 至少在生存界這個區塊 如果有些官員他要修一些法案 他對我們生存遊戲界沒有說很有利的話 至少有多一個人可以跳出來幫我們說話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生存遊戲要承到政治這一區塊 相信去年大家有參加過20條 之一修正法案的話 就會知道當初沒有人聽我們的那種痛苦 因為這個社團他主要是強調全民播放這一區塊 因為有蠻多例子都是用我們BB槍來做一個 射擊的訓練或是戰術的演練 那未來我也希望這些參加社團的阿兵哥 或是退役的阿兵哥 他們能夠可以再靜靜自己 那影片後面我會放上他們的醫療教學影片 以及戰術涉及影片的部分 因為當天我是沒有做採訪的動作 但是只是錄影風景以及他們的活動過程而已 所以就以影片的方式呈現 那如果各位對這個社團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直接搜尋台中市生存戰術研究學會 搜尋應該就找得到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在教本獎 順便打開小鈴鐺 點選同意通知 那IG以及AFP也順便 追蹤以及按讚起來 那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私訊我的話 在IG以及AFP上面 直接私訊我就可以唷 好就這樣 那我們就觀看後面影片 掰掰 請教本獎 喜歡嗎? 在錄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